吴尼朗 米尼桑 大家好 欢迎收看4月27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高双双 今天开始带您来关心疫情的最新消息了 那么在花莲27号确诊病例总共有237例 同时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也宣布将开放6到11岁的儿童施打莫德纳疫苗 那么每一次的施打半剂 两剂是间隔12周 也比照过去BNT校园接种的模式 那么5月1号到31号是维持现行的防疫 那么是取消了十联制也请民众要遵守防疫的措施 花莲27号确诊病例有237例 解除隔离已有1840人 同时昨天中央防疫中心拨付给花莲4800剂的莫德纳 28号快三世纪可以在秀林 万荣 封冰 卓西 布里香卫生所 可买到家用快三世纪 以及56家社区药局取得快三剂 每个人可以买5剂 我又拨了4800剂的莫德纳 所以这一周花莲县我们的卫生所如果有预约可以去打 那另外呢也可以在我们卫生所有为大家服务施打疫苗的时间 随到随打 另外CDC有告诉大家4月28号可以用十连制来开始买快三世纪 快三世纪去年我们在哪里买十连制的口罩的西药房的药房的话 今年快三世纪也在这个可以买口罩的这个药房同样地方 那在卫生所的部分有秀林乡卫生所 万荣乡卫生所 丰冰乡卫生所 卓西乡卫生所 副理乡卫生所 这一二三 这五家的五个卫生所都可以来买我们的这个快三世纪 记者会中卫生局长朱家翔指出 确诊个案的通报时间目前约一到两天的时间 确诊者也请留在家里等待通知 并对于儿童施打莫德纳的情况进行说明 莫德纳不含活病毒 也能够降低并发症 施打莫德纳疫苗每次施打半剂 两剂间隔12周 那第二个呢 几天之后 一些长期的副作用病没有消失 有了头痛 发冷 或是产生严重的过瘾反应 呼吸困难 气喘 喉咙肿胀胀胀胀 心跳加速等等 全身体红疹 那更可怕的是说 它有一些出现于心肌炎或心胞膜炎的症状的时候 一定要立刻救移 就是小朋友会跟你含胸痛 胸口压闷 压迫感或不舒服的感觉 甚至它走走路就会心跳很快 甚至会昏倒 呼吸急促 这些都要立刻送医 希望不要等待 记者林杰 花莲市采访报道